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呀 你成城里人了 你都忘了吧 在学校的时候 你穿双布鞋 露着大脚趾头 同学们都喊 许大脚趾头 许大脚趾头 你才进城几天啊 装啥人呀 你真 咱月咱们嫁给你了 有本事啊 咱们学校两段话 全让我给掐了 行啊 你有本事 在学校的时候 爱一个长得好 你瞧我好 一个长得好 一个人好 你个倒霉呀 我跟你说 你都忘了吧 你跳那个阿里山姑娘 阿里山的姑娘 泪如水 阿里山的姑娘 你就是阿里山的狗熊 你甭管啥熊 我跟你说 许大 就你当年跳那个舞 咱们全校都以为你会在全国出大名 就就像那个跳那个孔雀舞的那个养养养什么瓶 你这小子弄来弄去就换成个车 你就是臭药犯的 我要把你干嘛给我借钱 我那是借钱吗 哎呀 这都想这么半天了 也没想出啥烧来 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吧 打呀 好 我们叫老婆电话 接 接了咋说呀 该说啥说啥 你不接算咋回事 喂 哥 我是二叔 你在城里挺好的 挺好的 你那啥 啥都挺好 挺好的 那个 说点话 这个名字 喂 哥 你吃饭了吗 吃了 那我听我嫂子说你在城里发财了 发财倒没发 这这不整了个工程吗 哎呀有活干就好啊 那个哥 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听了可别不高兴啊 你说 那个 你不在我这借五万块钱吗 我想 有用 那个就是我娘家弟弟要盖房子 急着用钱 哥你给我颠对颠对 给我行吗 喂 喂 你咋挂了 他给我要钱 要钱就要钱 你挂了就咋个事啊 他给我要钱我上哪儿整钱去 采风认人净整事 甭理他 喂 完了完了 完了 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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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挂了还是幸好不好啊 你接着在哪儿 不急爷爷 你听 这老大咋回事啊 他咋不接电话了呢 咋回事呢 咋回事还用问吗 他把钱挥霍了 没钱还咱们了 我一打电话要钱 他吓得把电话就挂了 你咋不我好处想呢 兴许是老大刚接了个工程 手上拿不出钱还咱们 蓝天不是说了吗 老大认识的老板 给了个挣钱的工程干 有意思了你 听蓝天这晚上都不用睡觉了 你大哥要真认识一个大老板 我抄他要这五万块钱 他跟老板借 这还是个生日吗 我跟你说你大哥在城里肯定出事了 喂 哥 那个刚才电话咋挂了呢 对不起采芳 刚才我们老板来了 跟我谈点事 采芳 你不需要那五万块钱吗 你啥时候要 我啥时候给你 我现在手头宽裕 把钱还给你挺好 省得还给你二十分钱利息 你啥时候来拿 有钱呢 那个我跟二叔商量商量啊 我娘家要是能借着呢 我就不用了 就先放你那吧 行 那我跟二叔商量商量啊 哥 好嘞 有钱 你大哥说了 我啥时候要啥时候给我 看见没有 我说啥来着 我说啥来着 我哥这刚发财 你就着急往回要钱 二分钱 二分钱的利啊 咱上哪吃去啊 五万块钱一年就是一万 比银行利息可高多了 这样 我现在我给大哥打电话 我就说这钱也不用了 你这个主意非常很好 滚滚滚 喂 大哥 咋回事采芳 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 那这样吧 你要的时候啊 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 我马上跟他过去 我弟要钱 你真能随时随地还吗 我上哪儿还那么钱 这 那你让我打电话 你说句话呀 你弟弟和他媳妇 他们那种人我还不了解吗 占不着便宜吃饭都不行 你说随时随地能还钱 他们立马就不要了 为啥 怕少吃利息 他们啊 不是想跟你要钱 是想探探你 在城里干的咋样 你的底气一足 他们立马就把话收回去了 对对对对 彩凤是这种人 你唱的是空城记 你这个女人心眼太多了 我跟着你越来越不踏实啊 怕我骗你啊 你能骗我吗 那可不好说 许平我告诉你 那三十五万是我们家的命根子 你要是骗了我我掐死你 你滚一边去吧你 你不骗我就不错了 我咋骗你了 咱俩见面那天晚上 你假装喝多了 你都干啥了 我干啥了 干啥了 不是 我干啥了 你说你干啥了 你不是两朵鲜花都掐了吗 就花也算哪 哼 你抱没抱我 抱了 亲没亲我 亲啊 往下呢 往下 郎大树你就装糊涂吧 男人都会这一套 不是 抱和亲好像有点印象 但是往下我这 哎呀我 那天晚上真喝多了 王大树我就告诉你吧 往下 啥事都干了 啥都干了 媳妇啊 这车都装好了 齐老板这趟活就不去了 蓝月不去咱们去干啥呀 人家要听蓝月的传统二人转 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你能有啥主意 你听我说呀 这样咱们俩先去 给齐老板说呢 我嫂子身体不舒服 正在打吊瓶呢 打完吊瓶她就来 等咱们抄了一半的时候 我再去找齐老板 就说我嫂子爬不及靠来 实在来不了 等那个时候生命已经做成手饭 齐老板还能不给钱呢 哎呀 媳妇啊 我这个主意 是不是非常很好 这位您总算是掌碍灰心点 这个主意太好了 嘿嘿嘿嘿 我要你骑紧楼转我 我就想停下 停 停 停了 停啥停了 咋了 停 我们晚上要去齐老板家演出去 我从那院就听见小玲在这嗷嗷喊 你们嗓子喊哑了 晚上咋演啊 多管闲事 我嗓子扛噪 唱不哑 董老板家演唱 董老师 咱们接着来 别管他 小玲啊 这演出重要啊 别唱了 不行 我还没学会呢 就再唱一遍 最后一遍 你怎么不听劝呢你 你嗓子寒哑了 晚上怎么唱 你上台让观众撵着怎么了 你赶紧回去吧 来来来 走走 你别拽我 是你二姨让我叫你回家吃饭 吃完饭以后咱们就出发了 那也不用你拽 自己会走 董老师 那我回去了 快去吧 明天咱们接着练 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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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哥 你呀 注意点 我住啥呀 我咋的了 你说你跟狼二叔他们家 住邻居 你不是说人节目俗 就是天天教这个小铃唱歌 要什么的 要什么的 你狼二叔两口子 不咋恨死你啊 再说了 我姐离开祥阳 确实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你天天管喜阳阳的事 你让人说闲话 你说你汤这个浑水干啥 怎么大岁数了 是不是 靖儿啊 我比你大 喝的精水也比你多吧 我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我愿意做什么 不愿意做什么 那是我自己的事 我倒想提醒一下你 你跟姐俩好好学学 做人做事 有原则有坚持 别一天洗得糊涂的 听见没有 太厉害了 服了 我是来提醒你的 叫你给说一顿 行 好 服了 行的 我走了啊 走 妈 没刺了 没刺了 嗯 嗯 你自己的吃吧 我来我来 我来 这红豆饭呀 是你最爱吃的 可香了 可香了 帮你吃 就行我来吃饭 嗯 行啊 你哪叫你吃饭呢 妈 你和我奶先吃吧 我写完作业再过去 哼哼哼 月儿啊 我这心里头 我还是不